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君说定 这是一段因仇恨而错过的爱情 还是一段人鬼情为了的孽缘 当有情人今生未能圆满 来时可否再许前缘 民国初年 一对新婚的夫妻搬到了深山的一处宅院 丈夫名叫秦燕 是名教书先生 和妻子莫小玉颇为恩爱 夫妻俩云游四方多年 从未有过太多依恋 但不知怎么的 莫小玉来到这处宅院 就深深喜欢上这里 尤其院子里那株银杏树 让她感到万分的亲切和熟悉 秦燕对小玉一直颇为宠溢 看出她对这里的感觉 就果断租下了这间宅子 熬她之后又赶忙外出指教 计划等攒够了钱 就正式买下这里 从此再次成家立业 永不分离 两夫妻虽然身处异地 平常只能信件来往 但透过自理行间 依然能感觉到彼此的爱意 独守空归的小玉内心笃定 但关于她所居的宅院 却有着一段血色的历史 上船这里本是座寺庙 多年前 梁火强盗再次火瓶 几十人圆灭于此 之后这里的寺庙 还被一把火烧了干净 唯有那株银杏树幸存至今 有如此不吉利的过往 此地的租客自然都待不长久 但小玉和丈夫 都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 并不在意鬼神之受 只是她一个女子 独自一人待在生宅大院 附近又荒芜人烟 到了晚上 难免会有些不安 但好在妹妹雅萍 时常会来探望她 每次在她来之前 小玉也会泡上一杯茶厚着 然而今天晚上 茶泡好了 雅萍却迟迟迟未到 伴随时钟的巧想 院子里传来阵阵响动 小玉以为是雅萍到了 笑着换她出来 然而从银杏树下 走出的却是一名陌生的男子 小玉吓得食声尽叫 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 对准了那个人影 对方见小玉的架势 也停住了脚步 一动不动地处在了原地 两个人就这样僵持 几分钟过后 小玉发觉对方似乎并无恶意 由于片刻 端出事先准备好的茶 放在了院内的室桌上 兜胆发出了邀约 不管你是谁 既然来了 就出来喝杯茶吧 男子却不着急先生 等确认小玉不再害怕后 才缓缓从树丛中走出 这是一名和尚模样的青年 一袭黑衣 神情肃穆中 却偷出些许悲凉 她问小玉是否在等人 她自己已经在蜘蛛树下 等了五十年了 小玉瞟了一眼那树隐形 又想到这间宅子里流传的传说 心中明白了个大概 眼前的这位男子 显然是在此游荡着鬼魂 但自诩没做过亏心事的小玉 并不害怕 反倒问起了鬼魂的神事 而对方也不隐瞒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男子名叫阿明 是五十多年前 这里最大的一伙马贼首领的弟弟 阿明自小与哥哥相依为命 他们的父母在其年幼时 就因为被人寻仇而死 哥哥迎人两年 等自己人马十大 才又杀了回去 将对方的部族满门抄斩 而在这起惨烈的报复中 他唯独放过了一个六岁大的孩童 原因是 这个孩子与阿明一般大 让他心下不忍 哥哥对阿明的爱护可见一斑 由于自己被寻仇 而让阿明从小就没了父母 哥哥对阿明一直心怀歉疚 因此 从小对他更是呵护有加 长兄如父 哥哥在山寨里 把阿明辛苦拉扯到大 既教他起码射精的武功 也在外面请先生 教他读书喜字 阿明自小有什么要求 哥哥就会尽量满足 但只有一样 从不带他参与打家结舍 尽管哥哥平日里 干得多是杰富极瓶的隐身 但他也深知 这是伤天害理的勾当 不想让自己的弟弟 再参与进来 时光飞逝 阿明在哥哥的悉心庇护下 茁壮成长 成了一名能文能武的青年才俊 而哥哥在上了年纪之后 一个人待在寨子里读书 但在某一年的三月三 或许是外面的春光太过碎人 他选择了外出打猎 而这一次外出 他遇到的人 改变了自己和整个山寨的命运 阿明骑马持枪跑进了圣山 很快在山林里 发现了一头正在近视的野猪 正当他瞄准猎物准备开枪时 一阵悠扬的笛声 将他的注意力印了过去 笛声回旋片刻随即消失 正当阿明回过神 在想寻找猎物时 却发现野猪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山林之间 此时笛声再度响起 阿明循着悠扬的月身 一路找出了山林 在一片原野处 发现了笛声的源头 一名红衣女子 坐在一块岩石上 静静摧着乐曲 察觉到背后来人时 也并不慌张 他缓缓回头 惊鸿一撇之间 仿佛一言万念 阿明在马上不由地看吃了 他从未品尝过爱情的滋味 但眼前的这名女子 顷刻之间就让她的心中 燃起了火焰 尽管她从未参与过 大哥的打架结舍 但此刻强烈地战有欲 让她也有了突飞的形式风格 不顾女子的抵抗和挣扎 阿明将她截在马背上 直接带回了寨子 阿明形式粗鲁 但毕竟还不是一个流氓 在将一中人带回山寨后 阿明并未碰她 而是将其绑在椅子上 给她喂食喂水 慢慢熬她的星星 起初女子抵抗得很激烈 连口水也不肯喝 但日子长了 她也不再进行无谓的反抗 只是冰冷的神情 和不发抑郁的状态 依旧表明着她内心的抗拒 在闲小时 女子会做一些刺绣 都是杜鹃的图案 而在每幅刺绣的角落 她都绣上一个酒子 阿明从未证实得知她的姓名 便以阿九来称呼她 阿九有时会走出屋子出去散步 阿明也并不阻拦 她在山顶上眺望远方 从日出直到日落 阿明也并不打扰 只是在旁渐渐地端详着她 尽管阿九冰冷的神色 宛如一尊雕塑 但偶尔她的面容间 也会流露出一丝暖意 每当这个时候 阿明就感觉 自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不久 阿明想要跟阿九正式结婚 对于这位来历不明的女子 山寨之间多有流言 大哥还专门派出探子 去查找阿九的家人 依旧一无所获 但面对弟弟对阿九疯狂的爱 大哥也别无二话 即便找不到她的家人 还是爽快地同意了弟弟的婚事 大婚等日 山寨一片沸腾 唯有周围主角的新娘 冰冷如故 在拍摄新婚照时 阿九毫无喜色的神情中 透出了真正恨意 当晚洞房时 阿九没有抵抗 阿明想或许是她认命了 自己也将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男人 但这场不情不愿的婚姻 才是她日后折磨的开始 婚后 阿明继续着对阿九的疯狂追求 看她喜欢杜鹃花 就用上好的裙布 做成了栩栩如生 永不凋谢的杜鹃 把阿九的房间 装点得灿烂夺目 在她刺绝时 用画笔描目她的一平一笑 用画卷来铭刻她的眼容 记得她喜欢吹笛 就为她打造了一只上好的笛子 笛声响起时 阿明也跟着如痴如醉 而即便阿明为阿九做了这么多 也始终察觉不到她的爱意 面对她的热气 阿九冰冷如初 跟她的交流 也只有为她倒茶时的一句 茶凉了 我为你续上吧 但日复一日 阿九也并非毫无动容 在一日 阿明带着她在马背上策马奔腾 并宣誓要永远保护她时 她的神情中夹杂着感动和悲戒 当晚在床榻上 阿明感觉到了她的反应 只是在爱意中 阿九仿佛又隐藏了莫大的痛苦 持久的追求 终于感受到了回应 阿明欣喜不已 但到了第二天清晨 阿九又恢复到了 以往冷淡的模样 似乎有什么力量 固执地让她拒绝跟阿明的情境 每当快要接近时 她都会再度远离 这种不可琢磨的感觉 让阿明失魂落魄 继而激活攻心 她冲动地抓起桌子上的刀 将其放在阿九手中 又把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 无视阿九的惊慌失措 阿明怒吼道 如果你真的那么恨我 就干脆杀了我 刀口在她身上划出了血印 阿九挣扎着将刀扔在了地上 随即甩开了阿明的手 憋开了她吃热的视线 看得出 阿九并非无情 但却依然拒绝接近 愤懵和觉感 席卷了阿明的全身 她飞身上马 风驰电车般地 骑到了山脚处的一座寺庙 想要消化为僧 曾经她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诚心诚意地付出 终究能感动对方 换回阿九的爱 但现实却让她的爱情彻底幻灭 迷茫之下 她决定出家顿事 了结这段成员 为自己带来的痛苦 对于她出家的决定 大哥并没有反对 她自小对阿明的任何要求 都尽力满足 即便如此决绝地决定 她也只是站在寺庙门口 对阿明说了一段话 别说她做了和尚 即便是成了鬼魂 她也是自己的弟弟 这点永远不会改变 为了确保自己弟弟过得好 大哥时常都会来看她 但出乎意料的是 阿九也来了 她站在庙外 迟迟地看着阿明 但已经成为和尚的阿明 望见她来时 只是关上了院门 可在之后的日子里 阿九也没有离开 而是住进了庙外 不远处的茅房 每日都往寺庙里 送着饭菜和茶水 阿明从来不收 但阿九固执地每天都送 而当有一天 阿九将茶水送到阿明身边时 阿明甚至将茶壶打翻在地 成了碎了一地的渣子 但阿九依然不期不恼 只是平静地俯下身子 用双手拾起了破裂的瓷片 望着她破裂流血的双手 阿明无法自持 她抓住了她的手 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布条 为她爆炸 用手扶去她脸颊上的泪珠 阿九流泪了 不是因为双手被割破的痛苦 而是因为阿明终于对她产生了回应 阿明的漠不关心 只是跟她以前一样 表面上装着不在乎 但内心一直深深牵挂 阿明从此不再拒绝阿九的饭菜和茶水 两个人就这样安定了一阵子 虽然他们彼此之间再无亲密的接触 每日只有喝茶下棋时可以作伴 但对阿明来说却已满足 大哥看到他们相伴相守 也逐渐放下心来 来的次数也少了 有了至亲和至爱的陪伴 阿明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 但没想到其后发生的变故 让她的幸福倾刻之间化为了乌有 又是一年三月三 大哥如往年一般 乔装下山游玩 寺庙里的师父带着徒弟下山前去花园去了 而很意外的 平日里雷打不动 来送茶水饭菜的阿九却没有现身 他牺牲的居所也不见踪影 阿明本没有多想 直到阿九突然冲进了寺庙的大门 问他愿不愿跟自己一起走 这个唐突的问题让阿明愣住了 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山寨里的马贼也进了寺庙 他们搀扶了那个遍体鳞伤的人 正是阿明的大哥 他在今天遭到了匪徒的埋伏 一伙人都死伤惨重 他们边打边退 才躲进了这间寺庙 望着自己的兄弟生命垂危 阿明出家累积的行星 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冲上前去 焦急地寻找着 可以挽救自己大哥的办法 但大哥清楚 自己已经命不久矣 行走江湖多年 他也早知道会有这么一遭 心里也没有什么怨恨 还希望阿明不要再为自己报仇 终结着仇恨的循环 林总大哥的眼睛望下阿九 提出了最后的请求 他知道自己和手下均难逃一死 只请求阿九带着阿明逃出去 在得到阿九的同意后 大哥最后一口气咽了下去 兄长死给阿明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混乱 大哥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下山 从未出过意外 而他来往山下的密道 也只有最亲近的几个人知道 不可能外泄 难道 然而四面外的追兵 坐实了他的怀疑 他们的头领在外面 喊着阿九的名字 而阿九也喊着对方 哥 阿明难以置信地看向阿九 而他身边大哥的随从 却显得并不惊讶 原来大哥早就知道阿九的身份 当年自己复仇杀人满门 唯独放过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而那个逃跑的孩子怀里 其实还抱着一个女婴 就是今天的阿九 阿九是仇家的眼线 这些大哥早就知道 只是为了满足弟弟的爱 而选择了包容 即便这样的包容 最终会要了他的命 知道真相的阿明 顿时天选地转 怒火涌上心头 他拿起枪对准了阿九 却迟迟无法扣下扳机 阿九本想带他一起走 但看到他眼中的仇恨 知道这也不可能 他没有逃跑 而是帮着阿明扣动了扳机 以死亡来证明了自己的爱 失去一切后 阿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带着余下的弟兄杀了出去 却终究刮不敌众 悉数被涂 阿九的哥哥随后将这里复制一句 大火吞噬了一切 五十年时光匆匆而过 在这期间 当初在那场屠杀中死去的人们 纷纷转世投胎 而阿明由于担心来世 无法和阿九相会 便一直在蜘蛛银杏树下苦等 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 他开始问自己 这么等阿九是为了什么 如果能跟眼前的小月 那样能获得幸福 他又何必再等了 只要他幸福 幸福是谁给的也并不重要 能不能与他相会也没关系了 一起说完 小玉也颇为动容 他发觉阿明的茶已经凉了 转身想要为他续上 在倒茶的刹那 眼前却浮现出了陌生的场景 阿九倒在阿明的怀抱中 临终前颤颤巍巍地说 如果来生你不认得我 我就说茶凉了 我帮你续上吧 小玉望上镜子 浮现的却是前世阿九的身影 刹那间他明白了一切 前世的记忆涌上心头 他冲出屋外 疯狂地呼喊着 疯狂地呼喊着阿明的名字 但轮回到上 五十年的期限已到 世间已再难觅得阿明的身影 来生他们终究是错过了 《爱有来生》是知名演员 于飞红的首部导演作品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 电影的题材虽然充斥着诽谤 仇杀等男性气质突出的元素 但落脚点终究是情 无论是兄弟之间的豪情 还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都流露出一种细腻感 尤其阿明和阿九之间不断纠葛 欲守还休的感情 更体现了女性导演 对于感情的独特把握 抛开傲人身上背负的家族仇恨 这段感情由阿明的一厢情愿而起 最终却以放手而终 爱情终究需要两情胜愈 单方面的付出和感动 也许难逃悲剧性的收尾 阿明选择放手的那一刻 也许他才真正体悟了爱的真意 这是电影《爱有来生》 我们下期再见